這個Scientist Practitioner的概念 其實是美國APA APA所謂的 Clinical Psychologist跟Counseling Psychologist 都一定要PhD 所以其實Scientist 它的意味是 你是對你這個領域很深入的研究 你有一個你的模式論文 用你做一個很深入的研究 但是這個同時 因為他在Program有那個碩士學位的 他們也把這個精神就弄到碩士學位 所以我剛開始在台灣說 我是智商心理師 我說可是在美國只有PhD的 才叫做Counseling Psychologist 只有PhD的才叫做Clinical Psychologist 那在美國我的身份 我就可以考Counselors的證照 所謂的智商師的證照 所以我想很混淆 那那我我我是 我深點相信這個理論是重要 但是理論不一定要 你要寫論文才有的理論 是不是 我想剛剛黃定斯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他們是用他們的標準去規範 臨床心理師 所以那個是他們的家規 那我尊重他們的家規 那當然各家有各家的家規 這第一點 剛剛林老師講的沒有錯 其實在美國的證照其實是多元的 而且沒有證照 基本上是可以從事 是心理智商心理治療的 舉個例子 我太太她念的是 在台灣念的是社工Social Worker 到了美國念Clinical Social Worker 叫做臨床社工的碩士學位 念完碩士學位 她在美國工作兩年快三年 她在一個兒童的心理治療中心 做治療師 沒有任何證照 不需要證照 而且他們拿的是國家僅付的經費 而且那個單位甚至願意 為他花三千多塊美金 辦工作簽證 這是我們當初在心理事法立法的時候 一直被某些人所掌握的話語權 就是他們說美國都這樣 美國都這樣 可是現在網路很發達 各位同學也可以Google一下 去美國 美國有幾週 我們經常知道美國是聯邦制 除了國防外交相關事務之外 其它是州政府在做決定 所以每一週對於證照認定也不同 那我記得當初那個修法法案 一出來的時候 好像台北智商心理事公務 還是智商心理事全國會 有發一個說的帖要大家點署 說全世界包含歐洲 美國加拿大等等等等 都是把它定位為碩士以上 甚至博士 那我想Google很方便 各位可以上去看看 美國不是這樣 加拿大不是這樣 英國不是這樣 我那天在開立法院 開公聽會的時候 剛好跟林家庆老師坐在一起 那稍微跟他交換一下意見 他說也對啦 其實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其實像日本 沒有國家政兆 沒有國家政兆制度 而是由各專業學會 自己發專業認證 就是美國 那當然法國德國怎麼樣 受限於語言環境 我真的無法進步去了解 但是至少側面了解 也不是單一的國家化證照 而只有有證照的才能做 那台灣在當初 修法立法的時候 其實一直被誤導跟混淆說 美國是如此 全世界屬於如此 其實不是這樣 那當然啦 當時也許Google還沒那麼方便啦 那現在因為網路科技發達 我想大家同學 各位朋友 可以自己上網收集相關資料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一種 開放式的認證制度 也就是說其實 整個在國外的專業團體的發展 是這樣的 剛開始有一個人在做某件事 沒有人管他 接下來幾個人在做類似的事情 好像也沒有人管他 接下來是有比較多人開始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彼此之間開始有互動有連結 開始互通有無 開始交流 而慢慢慢慢形成了社群 在社群之內 我們交流經驗 發展技術 呃 交換意見 然後慢慢當社群開始建構起來之後 才開始有條件 定義什麼叫做專業 什麼叫做專業標準 可是在台灣好像剛好走了一個到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先定了專業標準 而且要求所有不同的專業社群 依照這個專業標準 來做 這個對於一個專業的發展 其實一直以來 在全球 不敢說全球 在人類的文化經驗當中 其實是不一致的 好 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 我想基本上台灣的證照制度還是跟著美國走 好 因為基本上美國很 基本上還是 呃 你要找一個工作 你有證照 也許比較容易找 除非他需要你 他不需要你證照 他才聘你 我覺得證照制度也好 或是認證也好 就一個專業來講 我覺得是專業自律 你怎麼做到專業自律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跟人家 關在房子一對一的 是沒有人可以見證你對這個人做了什麼 那個案常常是在心理上 跟專業權詮釋上的弱勢 那發生的事情 有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很多的生疏案 現在台灣還沒有很多 我知道發生了很多不倫理的事情 可是基本上 病人個案要生疏的管道 或是他們知不知道可以生疏 都還是心理施法通過的 他們至少知道可以去衛生巡 當然這也給我們一些困擾 OK OK 不好意思 後面那一位 我們先去一位就好